映平——深秋的黎明!写给琉璃的《安慧曲》。 深秋的黎明是查德导演麦哈梅莎·雷克鲁的最新作品。 他2010年的电影《奈喊之男》从一个游泳冠军崩父子关系而指向内战之祸,曾拿下坎城影展评审团奖。 这不以法国为背景的芯片,主角也深受战争之苦,一路从中飞逃到欧洲,妻子在途中被民兵所杀,她到法国也只能在市场当搬运工,勉强维持和两个孩子的生活。 法国影后桑德琳·布奈尔饰演男主角在法国爱上的女人,其实也是个波兰移民。 但爱情并非解药,男主角仍会在噩梦及梦游时看见妻子的幻影,表示她放不下的罪恶感。 而等候良久的庇护申请最终被驳回,几乎击垮了仅有的希望。